台湾歌手陈启珍在香港红刊完成一连两场的时间的歌训演 相比起第一天入座率起低的尴尬 末场的观众明显要比首场踊跃 而陈启珍表演起来也更加卖力 当然少不了跟女贝斯手林一文再一次上演女女文 对我们18 9岁就认识了 就是整个舞台上面就是我跟贝斯手林一文 我们认识最久 我们在大学就是同一个乐团 他就已经是站在我旁边弹那个贝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因为有深厚的友谊 然后在台上表演 我们也觉得这样很好玩开心 也许是最后一场 粉丝在陈启珍UNCLE时更加投入 以至陈启珍最后超时演出十分钟 根据红管的场管规定一定要罚钱 但是陈启珍的男友将巡演的音乐总监 钟晨虎表示由他来买单 对啊 那时候我们就在后台 然后就说那个超时的话 是不是真的要罚钱 对啊 他说没关系他我付 陈启珍与钟晨虎既是情侣 又是事业上的最佳搭档 两人在一起多年感情有多深不用多说 但是在外人看来 这对刮风都刮不散的一对 坦言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成家的计划 难道这就是摇滚的性格 没有计划 其实现在就是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那自己会有这方面的憧憬吗 还好耶 其实还好 其实音乐已经是最大的梦想了 所以就继续努力 然后把演唱会做的好 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